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就好像这个世界上突然从地里长出来了很多人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整个广州的交通就异常的拥堵 注意还不是上下班的时候堵 是任何时候你去看看都在堵 就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还在问我推荐买什么车 真的我推荐大家都别买车了 平常上下班15分钟的路 走个半个小时45分钟都不过分 真的 我都在想是不是自己买一台自行车算了 低碳又 肯定是真的 真的我都快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当然大家买二手车还是可以来找我 因为二手车是纯辆车是吧 你总不可能把它塞回去吧 总是在路上跑的对不对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我刚才在地图上找了一下 这里中大的后面有一家大行的折叠自行车 因为我以前是玩过自行车的好吗 13年还是14年两年的时间 骑变广东的大小景点 什么南昆山那广东第一峰 我都是骑自行车上去过的 走 我们去看看 这一次的预算的话 预算预算预算 我买多少钱的自行车比较好 一两千 我也是有追求的人 baby 这次大行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款式 以前我就知道有P8和P18 你这一个二手车贩子叫人家去买自行车 不觉得很搞笑吗 有什么搞笑的 人车生活 人汽车加自行车加生活 好吗 拿拿拿拿拿拿 你看是不是在赌 这又开始了 真的最近开车的幸福感超低的 慢慢往前挪吧 太麻烦了 这个车停哪里 没地方停车 早知道大迪士过来了 开车好烦 车挺多老板 这个30周年的卖7198 这个是二手的是吧 这个是二手 有新的 二手的 他这个是什么时候买的 新车是 车应该有五六年 开了五六年 保值率有一半 他给我是没有一半 我要有钱挣才解药 我们是同行 我是卖二手汽车的 哈哈哈哈 那来 这个限量版 休一百多 这个还玩限量版 两万六千九 他不是价钱的问题 主要是我 今天天气不太好 心情有点一般般 这个这么小也要三千六百多 这些能有多少 没有优惠 没有优惠 传播没有优惠 不优惠了 你也一口家 如果有优惠的话 你还能找到你以前的店 那这个二手的可以讲吧 都说最便宜三千八 可以便宜一百块钱 是吧 我大概明白了 今天得花三千多块钱 对吧 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 你这里还卖英国的小铺 这个很贵 这个是两万多 看他后面还有小轮子 我以前好想买一个 其实每天通勤 上下班的话 其实买这种车 会开起来舒服一些 不能上你的汽车里面 何必都可以上汽车 我以前买的一台就是这个P18 跟其他的不一样的就是 它的这个车架是落木缸的 其他的是铝合金的 它会更重一点 骑起来会更稳一点 这个三千四百九十八 这是P8 还高了 正常骑车就不好 正常骑车就不好 这部车就是 我知道我以前 我以前刚骑车的时候 一段时间屁股都是痛的 折就是这样折是吧 那我们这个刚开始弄的话 就简简单单一点咯 搞台卖的最好的P8咯 三四九八 假如说骑了几个月 不想骑了卖回给你 能卖多少钱 一半价值 那个五年的都能值一半 那个是有质念价值的 知道没有 这个大路货了 那行就给我买个这个吧 这个胎厚一点 骑起来会舒服一点 我问个很重要的事老板 有没有车友群能加呀 我暂时是没有组织 不是卖单车的店都会有一个群 然后组织 以前经常有 没有车友群了 那我不买了 没事 你小子在耍我 他这里怎么还有USA美国国旗 我可不想骑个车顶顶美国国旗在那里 我都把它改成一个中国国旗 不要这个 这样看上去好多了 老板你在这里搞了13年了 是吧 这什么事情呢 就怕做专一做金 也就为了混饭吃了 现在生意好做一点 还是以前生意好做一点 应该来说是以前吧 以前 踩车人多 有那个气氛嘛 你看这广州这最近又堵车堵得像XXX一样了 还是要宣传这个低碳出行 以前我们叫什么 叫这个车都不上锁的 对 车不离人 离人不离车 对对对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气筒 对对对 这是一个气筒来的 可以打气的 然后骑这种车呢 一般都要搞个这种带子 把扣脚给绑起来 把右扣脚 对 不然就会蹭到这个链条 好 就把它绑一下 还是要戴个头盔的 你的安团自己是多 对吧 给了 好 谢谢 保持单子 OK 我骑回去好吧 你就开车回去 好吧 那高度要不要较高一点 高了老板 是不是还低一点比较好一点 那已经这个是最低线位了 最低了 最低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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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